HELLO 大家好 我是Muina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往我們的新灰巨龍模組生存喔 來 各位觀眾 我們目前呢 到達了這個 蜀西州 等一下 我直接跳下來 我們目前呢 就是到達了蜀西州 然後呢 蜀西州長得就有點像我們的主世界 然後他 就是有一些叢林啊 還有一些 廢棄的遺址的感覺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稍微逛一下 然後這邊有巨椅 等一下 巨椅 等一下 那 想不到我們那個 冰火傳輸的東西 會在那個 巨椅的世界出現 不過我們先不用理他啦 反正 打他目前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就是稍微在這邊逛一下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會飛的老鼠頭 這邊也有 然後我們就拿到了一些蜀西州徒火 啊對了 順帶提一下 那個 我們 拿開我們的新芒寶典喔 跟各位觀眾講個東西 因為我們把那個 等級有沒有 改成了這個虛椅座 我虛椅座的效果就是 我們可以通過移動來增加經驗值 所以說我目前已經22級了喔 然後我點出了一些蠻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 可以擊殺怪物 然後直接把東西轉到我的背包裡 然後接著呢 我是想要點這個啦 就是把這個點出來 我們就可以在 水上有沒有 加跑速 欸 沒辦法點嗎 有有 可以了 那剩下的應該就沒什麼了 我們可以稍微試試看啦 雖然說我們現在是練死人 不過我們可以變成人 這樣子應該會在水裡比較快吧 有嗎 好像有耶 其實又比較快 因為各位要知道 我這個是沒有深海脈有的 剛剛那個速度其實還蠻壞的 好啦 那總之我們就 稍微殺一下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他會攻擊我是不是 他剛剛吐一個東西耶 去死 然後我們就拿到這個喔 蜀西族魂火 這個東西呢可以做 知性小瓶 以及這個蜀西州的將尼 這個我有想要做就是 這個的效果可以用來做 這個喔 考古學家帽 就是感覺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考古學家我後來去查了一下 他可以把我們主世界的一些東西轉成蜀西州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好像就可以有沒有 可以用烈焰粉轉過來 所以說我們優先要做的東西 應該就是考古學家的東西喔 然後有觀眾說啊 其實 蜀西州會有Boss可以打的樣子 我們可能就是 可以來打一下有沒有 稍微來打一下 那總之呢 我們就稍微在這邊逛一下啦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就是 要做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會需要收集九個東西 蜀西州寶石就不說了 他會需要花瓣 然後花瓣的話就要在那個 這個世界裡面找 這個世界其實沒有很好找耶 好像是會有花掌在陸地上吧 可是就是要找 我們目前好像 好像沒有 而且也快晚上了耶 好像晚上之後就會有怪物出現是不是 因為我目前都沒有看到怪物 然後這個東西要數到帽還有什麼爪子的 這個好像都是要透過打怪物來取的喔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啦那我們就是稍微再繞一下啦 能繞就繞嗎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的觀眾我目前是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然後已經晚上了 開始會出怪了有沒有 出了殭屍 不過也顯然啊 反正我們也是需要 找一些這個世界的怪來打嘛 首先我想要先找的就是那個海盜喔 鼠稻船 喔觀眾看到我看到就這個 鼠稻船喔 這個怎麼扣血啊 他會自己炸自己耶 還是他是被炸 不知道 他是有bug啊 總之我們殺掉好了 他是兩個實體耶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取得了老鼠皮 不是這個啊 我要殺你 趕快掉你的帽子給我啊 他頭上有戴那個帽子嘛 那帽子就是我要的 然後我記得好像還會有一個就是像土著的東西 老鼠的土著 那個好像也蠻重要的 總之我們就是 欸 趕快去死啊 鼠稻彎刀 然後他可以做自動射擊大砲耶 感覺也是蠻有趣的 可是他會需要老鼠升級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喔觀眾我打到喔 然後還順便掉了一個鼠稻竹戰機頭顱耶 這個東西好像也是蠻重要的 好像是用來召喚東西的喔 那我們取得鼠稻帽了 然後取得了這個 考古武器 不是不是這個 取得了這個東西 以及這個 那樣子的話我們已經取得 好多東西了喔 那接著呢我們就是繼續找另一種怪 然後看到這個鼠稻船我們也繼續打一下 其實我都事先查過了好不好 事先查過了 不然的話因為老鼠的東西他沒有給我輸啊 不先查的話 會不知道來這個世界要幹嘛 然後這邊也太多海盜了吧 各種刷你知道我已經 三個海盜帽了 不是啊給我那麼多帽子幹嘛 做大砲是不是 不是啊 鼠稻怎麼會那麼多啊 走開啊不是要找你 我已經看到幾十隻的鼠稻了 然後連一個土豬都沒看到了 我是不是應該在陸地上找啊 這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不過我道具欄滿了耶 全部都是這個鼠稻萬道 我們稍微合一下 然後帽子也合一下好了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那麼多帽子幹嘛 我稍微看了一下頂多就三頂了啊 頂多就 啊沒有頂多需要兩頂而已 那我們就是可能留個兩頂 剩下都合掉 到底要這麼多東西幹嘛 不過我倒是蠻想要再多刷點戰機頭顱的 因為他最少我需要兩格 喔觀眾找到了這 就是這個喔 野蠻屬西族 我們趕快把他殺掉 他怎麼在打殭屍啊 他們是敵對生物喔 不要跑 扛我 他其實蠻痛的 來我們這樣子 取得了這個長袍 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穿喔 等一下他其實有穿衣服是嗎 我完全不知道耶 哇他那個砲袋也太可愛了吧 觀眾 他是 他是一個超小超慢的大砲耶 好可愛喔 這老鼠是怎樣 我天啊 我完全覺得這個模組的東西都超可愛 不過我目前不夠啊 我需要他的爪子 我沒有拿到 拿到了我們才能回去各位知道嗎 總之我們就盡量刷啦好不好 盡量多刷幾個 喔又找了一隻 過來 給我殺不要跑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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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好好會打喔 這麼能打的嗎 喔我拿到兩個這個耶 不是給我爪子快早上了 這樣不對啊 我爪子啊 好啦那應該沒救了 應該是早上了 而且我們現在也沒找到花瓣 不然我們先回去好了 我記得我有看到有其他可以找花瓣的方式 可是就是我們要先回家一趟喔 那其實我已經忘記那個我們過來的地方是哪裡了 不過我記得有人說 回去的門會在坐標00的地方 也就是這個地方喔 這個地方是我們坐標00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直接回去的樣子 很扯你知道嗎 他那個 我進去的地方不會開門 他門會直接開在00 啊如果在很遠的地方開門我比較跑超遠這樣子 不是很OK啊 然後這裡是哪裡 喔這邊是出生點 OK觀眾回來了 那我們 呃現在要做事情的就是 回家帶骨粉喔 因爲我們可以透過把骨粉撒在草地上的方式來取得花朵 來所以說我們就準備這些東西 這樣子再去一趟應該就可以了 多收集一點花瓣好了 就是白天我們收集花瓣 然後晚上的時候 欸欸欸 晚上的時候我們就是 打怪喔 好的觀眾 那首先我們就是找一塊隨便的空地 然後我們就是用骨粉給它撒一下 然後撒撒撒 呃這樣子沒有東西有沒有 我們就繼續撒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薯稻花 我們就是可以多收集一點喔 就是把我們的骨粉能用用就能用用 我們就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取得薯稻花喔 還不錯 而且它那個量級這也蠻多的 比較可惜的就是薯稻花好像不能中 就是我們沒辦法用繁殖的方式來讓它變多 蠻難過的喔 那總之呢我們就是稍微撒一下 撒個一組應該就夠了吧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喔 我們的 薯稻花已經有一組多了 然後這些不重要的東西就丟掉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是稍微等一下晚上吧 然後晚上到了我們就是 開砍 然後這個地方居然會有甘蔗耶 為什麼要在這種地方有甘蔗啊 蠻奇怪的 好的各位觀眾我們稍微等了一段時間喔 那目前已經晚上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去殺這些屬西族 會 會幫你療牙 哦優了優了也蠻屬爪 這不是療牙 這是爪子 那我們覺得多殺幾隻喔 欸欸欸怎麼苦力嗎 其實好像也不用很多耶 其實兩個好像就夠 做這個是不行啦 不過這個我們也不一定要做嘛 我們重點就是要做這個而已啦 好不好 那總之我們就稍微取得了一點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回去了 畢竟大部分東西取得了嘛 剩下的東西好像就是 打Boss啊之類的東西而已 那我們就是先回去吧 好的觀眾那總之我們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把我們的鼠帶花給分解喔 分解成這樣子 鼠帶花花瓣 然後接著呢 我們要做這個鼠溪洲的寶石喔 那就是利用綠寶石來做 這其實好像也不會很難啊 畢竟我們綠寶石可以多著呢 我們就直接來合 有這樣子我們就有一顆鼠溪洲寶石了 那接著這個寶石呢 我們就是必須用這個聖大禮文氣勢來做 戰機核心有沒有 這個戰機核心呢 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Boss的樣子 那這個聖大禮文氣勢好像 其實也很簡單啦 就地獄石贏加起司而已嘛 其實是很好做的 那我們就稍微做一下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鼠溪族戰機核心出來了 然後剩下就是這個聖大禮文氣勢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 召喚喔 召喚打Boss 我們是不是也要用一些龍來跟他們打一下 還是其實也不用 就我們親自跟他單挑好了 這樣好像也比較有趣嘛對不對 親自單挑 我們就在遠一點地方造化好了 比如說這裡 比如說這裡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造化呢 就是 我們做一個 像鐵巨人的感覺喔 這樣子 我放錯了 大概就像這樣子吧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戰機頭顱擺上去 我也太多這個東西了吧 來 哼 然後就出現啦 各位那種 鼠溪族戰機 他看起來就是 非常非常恐怖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不要作弊好不好 我們變成人類型態跟他單挑 畢竟鼠溪族到底會有多強呢 應該也還好而已吧 然後不打我耶 他是中力怪物師嗎 他不是主動Boss的感覺 可是我砍他之後他就會打我 他還是打蠻遠的 他會射雷射砲 欸好痛喔 他好強 等一下 他其實超強的耶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用弓箭好了 作弊作弊 我們用弓箭打他 欸欸欸 他那個雷射砲很痛 等一下 這隻不好打近戰耶 這隻大概就是遠程攻擊了吧 真的有點難打 沒關係我們可以靠走 你各位看我們在側走側走 他目前是打不太到我們的 那我們就是可以稍微這樣子 拉打一下 好強喔 我覺得他比火龍還要強很多耶 火龍應該沒有這麼強 不過因為我們的裝備太強阿 我們是火龍裝阿 所以說我們打他基本上就是 虐菜好不好 他對我們來講不值一提阿 輕輕鬆鬆就把他虐殺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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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就單獨跟他換血 各位知道嗎 他一下我一下 耶 我贏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兩個東西 這樣子 等一下我道具買了 這個東西呢就是 奧術科技 以及 遠古巨片齁 遠古巨片 遠古巨片是好像是用來做這個 什麼分離器的 好像是組合過老鼠吧 就老鼠的 技能好像是可以組合的 可以用這個把它拆掉 然後奧術科技呢就是 就是其中一個用途就是做這個降臨喔 然後另外還可以做這個飛信者 好像就是最強的老鼠吧 可是他那個感覺超貴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這個終結鼠 好像是老鼠科技的東西 就好像可以讓我們的老鼠變強 變得像剛剛那隻動物一樣吧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打耶 要不要我們稍微來做一下這個 可是我有辦法做出這個東西嗎 好像可以耶 我們好像可以做看喔 來我們再打一隻再打一隻 唉不過真是不好意思啊 三兩下就要解決你了 我砍 摘一刀摘一刀 砍 真是不好意思啊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可以先回去了 來做看我們的新的東西 那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吧 基礎的屬席組 先把它做一個出來 然後它是沒有效果的 然後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需要四個鐵磚 還好我真的鐵收集的夠多喔 加上四個科技就可以做出這個終結鼠 感覺這還蠻不錯的 欸這個東西也太少了吧 它可以合成的東西就五個而已耶 有點少 到時候我們可以都做做看吧 感覺是還蠻有趣的 來 拖蜂蜂 終結鼠 然後我們就隨便找一隻老鼠來用喔 再隨便抓一隻出來 就是你的小白 我們的小白二號 你今後呢就是我們的終結鼠了 喔它有半機械的感覺耶 我們把它帶出去玩玩看 然後我們把老鼠放在這邊 讓它打一下那個蜘蛛玩看 它的話我們讓它跟隨我們 然後我們扁一下這個它就會自動打了 喔 乃哥怎麼在這裡啊 欸你開外掛是不是 你是怎樣 啾啾啾你知道嗎 瘋起來連自己都打耶 我的天啊 那如果讓你狩獵怪物 你不就跟瘋子一樣了 欸不對啊 讓它狩獵怪物它會去撿該死的東西 它正在亂炸耶各位觀眾 雷射砲鼠耶 太扯了吧 欸它正在跟嗑藥一樣 開始亂射耶 而且它血超多耶 好啦不管啦總之 還不錯好不好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目前的話 材料應該也收集了一半了吧 剩下的一半我們就下一集 再慢慢收集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差不多請到這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